這個外型是它有用絕美的外型 然後它有一個嶄新的基準 而且它這個概念非常新 在這個市場上你找不到新增對手 另外它的外型像雙門跑車 但是又有同時又有房車的一個存在空間 它是一個所謂四座位的GT房車 就是Brain Turismo 然後它是A5版的入門車款 然後讓這個整個A5架出 變得更完整 那它是入門車款怎麼說呢 因為它的價位其實是比A5不配低 那最貴的其實是草蟲車 因為草蟲車的結構是比較不一樣 所以草蟲車是最貴的 A5 Sportback在2009年推出 一推出就獲得了一個Golden Series的金舵獎 那過去奧比其實在歷年來 也獲得很多這樣的獎項 從2008年的Q5 2007年的A4 2005年的Q7 到2004年的A6 都有得過這樣的獎項 那金舵獎已經出來34件 然後奧迪呢 曾經擁有過18個這樣的一個輸入 算是相當不簡單 超過半數以上 奧迪都有得到這樣的獎項 謝謝大家